- 要客氣吧? 那只好我從我認識的開始點喔 - 要馬上把臉遮起來 那你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嘛,美國想法沒有關係 年輕人最大的本錢就是勇敢 勇敢,勇敢是最大的本錢 反正講出來也不會被人家笑,都是嘲笑而已 對,有空間可以吸收錯誤 有沒有哪一位? 好,謝謝 請問一下你們在為自己文化還有 就是為自己的文化原住民發生的時候 遇到很多挫折,那你們怎麼鼓勵自己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要願意把這件事情做完 然後一直做下去 其實找到很多反正 因為在我自己的認知裡面是說 如果我不做的話 我自己不願意用我的生命投入的話 就期望可以得到很理所當然的 世界會更美好的話 那當然好啊 可是我知道不可能 而且我也知道 即便我用我一生 我把它當作一個生命的置業來做 世界也不一定 我會 就是說在我死掉的時候 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比如說 我死掉的那一天 台灣的核能到底停了沒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即便我 努力做了一輩子 它也不一定會成功 可是 可是人的需求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我們的這個肉體的需求 就是你要吃飽 你要有乾淨的空氣 你要有乾淨的水 你的土地要夠乾淨 長出來的是 人可以吃的 不要像土島那樣 長出來的是 人不能吃的 可是那是未來的 三十年後 五十年後的土地 可能種出來的東西都不能吃了 那你說你要這樣子 什麼都不用做 等到那一天來嗎 我是沒有辦法 那我不知道你們 你們會活比較久 因為你們更年輕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這個事情 就是說 人類不停的使用能源 不停的製造污染 然後這之間的那個失衡 是很快速的一直失衡 一直失衡 我們通常會聽到說 我們要當一個驕傲的原住民主 其實就是這件事 我們的祖先 用 留下來的生活方式 我們的祖先 曾經用的生活方式 是跟 是跟土地平衡的 是跟生態平衡的 是沒有污染的 可是你看人類歷史短短的 五十年的富足美好 我們這一代都在享用這個富足 可是它造成的失衡 是多麼巨大的 我們不停的大量使用能源 到現在還是一樣 人類還是一樣 人類還是不能覺醒 所以我是認為我 好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不是我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最大的問題是 我能 我能不能力影響到幾個人 大家好好想一想 那對我來講就是 就是自我認知 當我自己知道了 當我自己知道了 什麼是美好的 我的未來的時候 事實上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參與者的回饋 是自我實踐的滿足 因為我知道那個路上 可能我沒辦法改變什麼 但是因為我的信仰 我認知了 它成了我的信仰 所以我實踐那個方向去走 事實上已經是最大的回饋 這才是最大的滿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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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你講 對 還有問題 其實您遇到這麼多挫折 還有這麼多的反抗 那為什麼您要持續做這件事情 是什麼鼓勵 是什麼動力鼓勵您一直做下去 我自己本身是 二十年前回來 練習當山地人了 在二十年前 你跟把那個狀況一樣 都不知道是誰 自己是誰 然後回來 在部落裡面做一個原住民 我們在做文化重建 我們進入到一個形式 然後跟同樣一個部落的長老 長輩 也從這個過程當中認識自己 認識自己的過程裡面 說實在 在那個環境 我們 就是說我們一起去做一件什麼事情的 那個 開始 後 後來呢 也就是 慢慢 也學習 就是說 外來的刺激 那你 我要講的這個是怎樣 事實上 自己 有時候 你的內在的聲音 都是很 很 不容易形容 你 開始來問那個部分 是這樣 像是 你問我說 你到底要咀嚼幾次 你才會醒 這樣子 每次我們一直喝酒下去以後 發誓不是嗎 發誓說我一定要改進酒有沒有 這樣 其實那個痛有一點像 也一樣的就是 我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事實上你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跟各位分享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好像覺得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社會 有電燈 煮飯 就是我們的遺失 遺住型都已經好像很滿足了 你知道嗎 我們部落的族人 部落的族人 在生活 日常生活中 沒有 沒有錢打針 沒有錢讀書 然後去讀書不好 我們生活在什麼樣的狀態底下 你知道嗎 是一直在被我們的生活周遭的人 在歧視 那 這種歧視 也在我身上發生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很奇怪的現象 那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會發現我們的同胞怎麼都 譬如再講的更簡單一點 當我們碰到 跟那個其他的族群 他們會使用文字的朋友們 那我們一碰到什麼 從那個叫做 糾紛的時候 我們原住民 喔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這些事情 那 這種小的累積 會看到 到底 我們跟這些 白狼的朋友生活在一起 為什麼什麼都是敗的呢 我們都是一直在忍受那個 集體的那種 被欺負的感覺 那 只要原住民一站出來 唉 唉 他們 他們好的是這樣 清醒的時候 叫他去做工 很認真 很認真做工 白狼的朋友說 我們很笨 那種煩惱 叫他去做 都做那種粗鋼這樣子 喔 讀書寫要寫字的時候 碰到什麼季婚的時候呢 叫警察來壓我們 我們不敢講話了 那 這 意思是說 其實 我這個身體 我這個身體是男生 唉 那我 我有這個能力抵抗的時候 以前我是個人在抵抗 我們跟 有抵抗就是 不公布一個恩 我們覺得不舒服的事情 但是 你看看你周遭的 你自己的親人 你的族人 他們真的是 像我的爸爸背的 我媽媽背的 白狼講一句話 我們就聽不懂 就大家是活在那個 不理解的狀態底下 我們的土地也不見了 然後去外面做工的時候 要五毛給一塊 要一塊給五毛 賣了一斤 奇怪 為什麼還在千里錢呢 這樣子 所以我們賣 譬如說我們跟人家 跟你借了 借了一百塊 每年一直還那個米 永遠不會還清啊 這樣子 那我要講的是 其實 就是這個 看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見 日常生活當中的那一種 不舒服的對待 為什麼老式原住民在承受呢 好 是這一個 第二個是 真的是 真的是 這個這個 那我現在還有餘力 再去 再去這個呢 這個事情我怎麼樣轉換 跟我的部落的主人說明說 這個事情 是我們共同的問題的時候 那我們要一起來抵抗 那事實上我們每一個人獨自的時候是害怕的 其實我也要承認 我們面對這件事情 內心都會很害怕 大家都在害怕 大家都在害怕 其實 呃 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沒有什麼大道理 那就是奇怪 為什麼都是原住民在承受那個 不舒服呢 喔 啊那個 我們UH會 那個什麼 那個 耶穌在講 人家打你的右臉 那你 你昨天也要跟人家打這樣 啊我們原住民講說 為什麼的時候 啊 你很笨耶 啊我們就不敢一直表達 現在就是說我們怎麼又表達那個 不舒服 連表達那個不舒服都變成 是一種歧視的對待的時候 呃 我覺得我們 就回應到你說 呃 我是看到了這個 那所以 那我就覺得 我就身體還有力道 這個抵抗這件事情 那也在我們的部落裡面 也集結了一群人 呃 可以去共同面對這件事情 那一直到 這個事情 喔 這個集結牽上這個事情 是怎樣呢 因為 我們共 共同的組 埋在底下的是我們 一部部落的 原住民的先祖的鼓海 說實在齁 這裡也是施工所 定了一個名詞叫做 無主分 無害 那 在我們部落裡面共同認知 那個是我們共同的祖先 所以 我們也害怕施工所啊 齁 我們也害怕 那個施工所齁 那個老人他就跟我們的老人講說 你沒有欠賬老人年輕的不能靈喔 就開始恐嚇我們 我們也活在一片恐懼底下 那我們因為 聽得懂 這些故意嘛齁 啊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一直在騙我們部落的主人 那我們這些人就要站出來 老人家被騙 是他不理解 齁 齁 那 我們就不能講說我們不能解 那我們就要站出來這第一線 跟著部落的主人 齁 去抵抗抵抗那個那麼大的恐懼 這樣子 那 挖祖神 就是 什麼動力 沒有說實在就是 其實 你的不行 你的不要 我的不想嘛 對不對 你要給我那個 那個 怎麼講那個 你不要的 為什麼一定要呢 你為什麼一定要給我們這樣 齁 啊 也是因為我們現在這個 講乖一點啦 我們這個有抵抗能力的人 這個年 這個年紀 講乖一點 我現在才45歲而已啦 還有機會打架啦 嘿 所以我們有能力抵抗的時候去抵抗 不要到了沒有辦法抵抗 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沒有一個想像喔 就是 你現在 你身體貪在這裡 然後你看到一個小孩子一直爬爬爬 要掉下去垂溝的時候 你要不要去救 那個煎熬在那裡啦 不好意思 煎熬 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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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確定嗎 所以我們會 出來幾條嗎 好 這場還沒有其他的朋友 可以分享或是問一些問題 有沒有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齁 你們知道花蓮台東喔 東部區域的土地 百分之87以上都是屬於國家的嗎 他那個地級 那個 所有 那個是什麼 那個地級等本 上面寫的所有全人叫做中華民國 可能是 可能是林務局在帶館 或東莞出在帶館 或者是 退補會 很多很多的單位 一大堆單位 這百分之87.5的土地哪裡來的 日本時代接下來的 日本人怎麼弄來的 搶來的 日本人在1912年的時候 1895進來 1895年進來台東 他就告訴各位說 OK你們要現在證明你們拿出你們要 你們 要拿出那個地氣 證明這個土地是你的 以前你註明是不是哪裡有地氣啊 大家都互相以道德承認 互家道德承認 大家都知道那個線線 那可是山上也算是共有的 也知道部落的界線在哪裡 那 我們這個村子的獵場在哪裡 漁場在哪裡 大家都很清楚 哪裡來的地氣 拿不出地氣怎麼辦 全部收歸國有 只有你現在住的那個房子 還有你現在在跟做的那塊地 你可以繼續用 所以你看 百分之87.5 全世界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地區 有這麼高的比例的土地 是屬於國家的 而且 這樣的一個土地 屬於國家的 國家就 通常就把它給 隨便隨便亂用 大家都知道BOT這個事情嗎 Build, Operate and Translate 本校 畢校 也有一個BOT嘛 你們知道嗎 資本校區的宿舍嘛 你知道學校對他們拿沒有皮條嗎 完全沒皮條 你們覺得自己滿意嗎 那跟BOT的形式 同樣的 BOT下去以後 很多地方 拿私人企業沒皮條 已經完全是造 這完全是給他營運的 所以其實 台東這個地方 有很多的這種 很多的事情正在發生 那真的很鼓勵大家 可以隨時的去關心 去理解 如果你有能力 你願意去實踐去參與 也是很歡迎 但是我覺得 關心和理解 是踏出的第一步 踏出的第一步 我想 你們拿布有沒有補充的 其實我要補充的是 因為 那種 剛剛說訊息傳遞的方式 事實上 微弱的聲音 也可以撼動世界 朝向更好更理想的方向 前進 莫里華革命 我們知道的 然後還有緬甸 在變遷 就是從軍政府 完全主政到 翁山書記 也可以有可能當總統 在短短的時間之內 還有最近最大的動員 香港的 國民教育女 還有一個貼身的 阿美伊萬 是多少人 輕輕鬆鬆的參與 而獲得了有一些 美好的前進 所以我說 事實上 沒有阻力的 沒有反對力量 因為 那是歡喜一樣 而他的回饋 那種 參與者的回饋 他最大的回饋 事實上就是 你做了 你參與了 你就跟他滿足 而你越深入的實踐 你就有 越深的那種 參與感應 跟滿足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 大家都在排隊裡面 也很癢 我想 如果你們對這個 有些興趣的話 外面有攤位 如果待會 你覺得歌手 唱得不好聽的 你就出來拿個攤 哈哈 對 比較好聽 好 那 也在這邊 謝謝各位 今天晚上 就是在演唱會 開始之前 來做一個這樣的一個 成與這樣的一個分享 那這個如果希望 各位 將來有機會的話 就多多的 來理解 高大哥他們 理解拉布 理解凡賴 他們會給你們 很多很多很多的 能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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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